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鲍勃·普罗克说,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从没有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这实在是件可悲的事,他们没开上自己想开的车,没住上想住的房子,也没有享受到自己一直梦想的假期。 你会发现,有些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他们的生活却难以为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如何为了财富重塑你的大脑。 你可能以为我们会说,你要是脑子里想着发财就会财源滚滚了。 不不不,我们要讲科学不是玄学。 要致富,你得有想法并执行,需要经过学习和坚持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而你怎么看待金钱,你的财富逻辑是你成功的基础,是成功生根发芽的土壤。 如果你头脑中关于致富的思想一塌糊涂,那这就是场注定会输的战斗。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应有尽有的人却无法成功。 而有些人即使世界都与他们为敌,还是拦不住他们成功。 就像我们开头说的那样,即使经济一片大好,仍有人一败涂地。 就算经济一片灰暗,也还是有人大赚特赚。 你之前可能对原因毫无头绪,那么打开我们的节目算你运气好。 今天我们就来讲清楚这件事,让你也成为能逆风翻盘的那类人。 节目开始前,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 你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如果你已经是老粉了,听了我们不少节目了,那么恭喜你,你已经积累了很多知识。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你有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呢? 因为行动才是能真正改变现状的东西。 如果没有行动,那你就是在自己骗自己,假装自己非常重视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但事实则不然。 所以观看本期节目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致富,那必须要采取行动,不然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这次提到的这些练习都非常重要和有效,但是要有行动才能发挥作用哦。 那么行动是什么呢? 所有行动都在于学会服务。 你服务的人越多,获得财富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基础性的东西,也就是重塑你的头脑。 练习好了这些,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事业上,专注于最重要的,能让你事业上获得最多成果的行动上。 削减成本,去掉细枝末节,专注于用自己的努力服务于更多的人。 现在我们开始吧。 第一,规范自己的价值观。 谁看重金钱,钱就会自动送上门。 你得检查一下自己的价值观,因为你可能自以为自己想要创造财富。 但是实际上,你的行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这就只是个幻想。 我们得让它具体起来,要确保积累财富确确实实地在你的价值观清单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你可以在网上找个问卷做一下看看财富是不是位居你价值清单上的前四位。 如果都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甚至清单上都找不见它,那你就需要做一下调整了。 不然是无法达到自己的财务目标的。 第二,一千个理由。 来杯果汁或者红酒,放点舒缓的音乐,放松一下。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练习需要花费一点时间,你需要列出一千个想要变得富有的理由。 不是说你要怎样花钱,消费主义可不是财富积累。 这些原因远不止买东西那么简单,而是为什么你的生命中需要财富呢? 比如说,这个原因可以是能影响到更多的人,每个月能有能力致富五万美元的慈善捐款。 退休后有足够的钱供自己和家人生活,有钱保证你和家人的健康。 这些都是比我想要一个爱马仕包包更重要的原因。 一旦你有了这一千个理由,你就会发现自己对于为什么要追求财富的积累更加明确了。 那些包装精美的消费主义陷阱也没那么容易动摇你了。 你会更专注于自己的目标,而没有那么容易被诱惑拽离轨道。 第三,价值一千万美元的问题。 现在问问你自己,如果现在你的银行账户里有一千万美元,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没什么计划的话,会用这一大笔钱做点什么呢? 你怎么就凭空得了这个一大笔钱呢? 首先你的目标得大一点,这样你就会朝着宏大的目标努力。 就算最后没能成功,也会得到不错的结果。 然后,你需要想一下,你要怎么处理这一千万,如何储蓄和投资,才能让这笔钱为你所用呢? 怎么确保你能合理分配这些钱,从而让它持续增长下去呢? 因为钱就是能量,只有尊重它的人才会得到它的青睐。 尊重它可不意味着要花掉它,挥霍它。 我们人类的现实是我们不断地想要增长和扩张,而金钱的能量也是如此。 所以,它会选择适合成长的土壤,所以你才需要确保自己有一个储蓄和投资这笔钱的策略。 就像金凯瑞说的那样,钱就在那儿,它就是你的,你只是还没赚到手而已。 那么,你要用你的一千万做点什么呢? 第四,理解金钱的能量。 如果你没有为人们服务,那你就没有收入。 你能为这个世界提供的越多,你的收入就会越多,目标越大,财富越多。 所以写下来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想为这个世界提供什么?好好思考。 记住,目标越大,财富越多。 第五,明智地管理你的金钱。 如果你能正确地管理你的钱,你就会有更多的钱可以管理。 清楚了解自己财务状况的人,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资产和负债。 他们有财务上清晰的目标,并知道自己要如何达到那个目标。 而有的人只是对金钱抱有幻想,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标,也不知道要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富。 显然,第一种人会更容易成功。 财富总是属于那些知道如何管理它的人,现在我们就从头开始教你。 当你开始你的财富之旅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一个清晰的框架,你是为什么而存钱呢? 把这作为你存钱计划的一部分。 你银行的储蓄账户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小类。 一类是可以取出的钱,也就是日常账户。 其他的都是网上账户,像是教育账户,投资账户,旅行账户,智慧和永久性账户。 智慧和永久性账户是三到六个月的备用储蓄,可以支付你三到六个月的花费。 这一部分金额是不能动用的。 你甚至需要尽量忘记它的存在,要让大脑认为自己没有钱,这样才能不断推动自己去更努力地赚钱。 日常账户就是每天使用的账户,其他账户可以平均分配,就是向世界表明自己对它们都非常重视的态度。 教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总有一天你会以某种方式受益,绝对物超所值,正所谓一多不压身,所以这部分钱是必须存的。 那你要怎么花教育资金呢?你可以点击影片资讯栏里的链接,加入我们对经济欲读书会,我们每周将会解说两本书,这样你将达到一年深刻理解一百本书的读书量。 内容涵盖财富思维,自我提升,心灵成长等各个领域,一次加入终身免费,随时随地听书,让你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 即使你还不会投资,也可以设置投资账户,至少是个开始,表明你正走在创造财富的路上。 旅游可以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站在更高的高处,当然,如果你不喜欢旅行,也可以替换为奢侈品账户,这都在于你的喜好, 但是要有所限制,要优先考虑自己的财务状况,只有在现在专注于财富的积累,才能在将来获得巨大的回报。 就好像你现在花时间观看了我们的节目,做这些练习会让你的未来一片光明。 一定要记得把这些写下来,当你实实在在地把这些写在纸上,而不是轻描淡写地打印出来的时候,就增加了你采取行动和做出改变的可能性。 别低估了思考的力量,你的所作所为所想,构成了你的生活。 所以好好做这些练习会改变你的人生,别忘了把你的练习进程和效果在评论区中和我们分享。 也许你已经昏昏噩噩噩地过了很多年,是时候让自己清醒过来了。 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仅仅靠时间的流逝,并不能把明天变成黎明。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再看了我们的节目后,觉得人生应该换一种方式过,不论你有多么普通,也能在最琐碎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觉醒。 只有当我们清醒时,黎明才能到来。 明天不是黎明,活着不是生活。 但是,你也不需要悔恨从前的日子,白天还长,黎明还会来。 不论你什么时候看到了我们的节目,感悟到了自己应该过的生活,那么就能看到生活的光明。 而从前那升起的太阳,就只是一颗黯淡的晨星。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点赞和订阅。 愿你心中有太阳,眼中有光。 这里是对筋机遇,我们下期再见吧。